大家好,我是大家老朋友,王重阳道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老虎谷的消息 鸟和孙德班在一次狩猎之后,两个老虎发生了冲突 体型巨大的鸟似乎要告诉孙德班现在它才是老大 所幸双方都没有受到什么重伤 这两张照片当中,后面那个比较大只的就是鸟 前面这只就是孙德班 其实几年前的时候,孙德班也曾经和一个年轻的熊虎马亨卷结成同盟 但之后,马亨卷长成一个大块头之后 不能容忍孙德班将其一顿暴打,然后两个人分道扬镳 前段时间,孙德班和鸟他们两个结盟杀死了马亨卷 这个消息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孙德班目前210千克,而鸟现在已经超过了230千克 而且他的身体还在成长 随着鸟,他体内的熊性激素的不断上升 这种冲突呢,肯定还会越来越多 两个老虎呢,究竟是相互妥协还是彼此破裂 从眼孙德班和马亨卷他们两个分道扬镳的那种最终的结局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看来一山不容二虎,这个还是没法打破的 好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 感谢观看